国内金元龙头台积电今天举行法说会 交出了第三季比去年同期成长14%的好成绩 而对于明年的全球景气 董事长张忠谋也认为会比今年好 但是他却不愿意多谈台湾的景气 另外张忠谋表示他明年六月之前 交棒执行长的计划不变 但还是会继续担任董事长 金元龙头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对景气的看法总是备受各界关注 对于明年全球景气 张忠谋认为美国经济明年渴望顺利复苏 日本也会好转 中国则是软着陆 明年会比今年好 而台积电主导研发的执行副总监 共同营运长蒋上益 确定十月底退休 引发外界关注接班问题 张忠谋表示 明年六月前交棒执行长的计划不变 还说不排除明天就找到执行长接班 但是他强调会继续担任董事长 我们预计计计计划不变成了 我们预计计划不变成了 张忠谋不谈台湾的景气 只谈公司的经营 台积电第三季营收1625.8亿元 比去年同期成长14% 每股税后存益EPS两块钱 张忠谋预期今年业绩渴望年增17%到18% 明年20奈米制成量产 全年业绩渴望比今年再成长两位数 记者欢迎张志佳台北报道